大家都應該要尊重我們中選會 在我資格的認定上 已經做的相關的調查跟審核 沒有問題 很清楚 那我就是架槓的台灣人 20年前的書裡面 在我在陳述這個問題的過程當中 在戶籍的規定跟國籍的規定之間 很多人真的很容易搞混 我從來沒有放棄過中華民國的國籍 這一點內政部也都已經調查過了 那麼第二個呢 我曾經有過美國籍 那後來也在2002年放棄 那至於其他的問題就是法律問題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要尊重我們中選會 在我資格的認定上 已經做的相關的調查跟審核 那麼早年20年前的書裡面 在我在陳述這個問題的過程當中 在戶籍的規定跟國籍的規定之間 很多人真的很容易搞混 那我在爭取中華民國身份證的過程當中 在論述上 如果讓大家覺得比較不清楚的地方 我想這個相關的法律認定資格 也都已經經過我們國家相關的機構來審核 所以我想這應該都是 沒有問題 很清楚 那我就是架槓的台灣人 在這件事情上 我可以成功跟國籍的規定 在這件事情上